直到看见乐乐和小伙伴互山巴掌 才明白在爱里长大的小孩有多可爱 乐乐回国后和游客见面的第一天就显得格外淡定 小家伙还微笑着和粉丝们友好互动 和那些设恐的海归小熊全然不同 乐乐的性格之所以能如此开朗 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他一直在万千宠爱下长大 小家伙是在新加坡诞生的首只大熊猫 因酷似福宝和灵妍的外表 俘获一众两脚兽的芳心 身为人气熊的他自然受到奶妈的格外照料 乐乐在妈妈的宠爱下有一段快乐的童年时光 母子俩干饭也要互相依偎 一起悠哉悠哉享受美味的画面是那么美好 这天乐乐睡醒后没看到妈妈的身影 担心万分的他赶忙出来寻找 还在外场的家家同样记挂着儿子 他没吃两口竹子就放下食物回家接乐乐 然而乐乐不仅有妈妈的陪伴 他还是熊猫圈为数不多见过爸爸的小熊 父子俩初次见面的那天 海凯趴在铁丝网上一个镜盯着好袋观察 因此小家伙很嫌弃对面的奇怪大叔 尽管自己好奇万分